8月11日有消息称全球首支冠状病毒疫苗在俄罗斯获批 受此消息美股道指和标普白早盘一度冲高 随后有所回落 俄罗斯总统普京透露 俄罗斯第一款冠状病毒疫苗已经获得卫生部的许可并且注册 而且自己的女儿已经率先接种 并表示希望疫苗能够尽快进入量产阶段 尽管有人怀疑俄罗斯是否能够如此迅速的研制出安全疫苗 但这一消息确实引发了投资者对于战胜冠状病毒疫情的乐观情绪 这也加剧了近期的板块轮动 此前涨势凶猛的科技股近几个交易日却显得十分的萎靡 资金流入疫情复苏概念股 例如航空 邮轮 酒店等 对此华尔街大多头美国红桥信托投资集团首席策略师朱利安建议 减持科技股 认为纳指或下跌10% 他警告称 作为目前美股市场最大的赢家 科技股可能已经处于泡沫当中 中概股方面 蔚来汽车发布了公司史上最好的季度财报 营收37.18亿元 同比达增146.5% 净亏损11.76亿元 同比收窄63.6% 且毛利率首次成功转正 均好于市场预期 股价盘前上涨8% 然而开盘后冲高回落 今年以来 蔚来汽车从股底触底反弹 股价累计上涨约280% 但是面临强敌特斯拉 如今又有刚刚上市的理想汽车 和即将赴美上市的小鹏汽车 蔚来汽车的蔚来 还有很长路要走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